為何我們會用腐乳做主題 是因為我們有一個壞了的過去 我們小時候都有不同的經歷 縱橫結字街街市附近的一間概念餐廳 用腐乳做主題 更加將腐乳和人生拉上關係 人生是不斷改變 時間是不斷流動 而我們亦都在這個流動和改變的過程中 學到東西有所成長 我們一出生就像一塊豆腐一樣 白雪雪好像未受過外界污染 但在成長的過程中 我們難免會接觸外界的污染 或者接觸更多外界的東西 沒錯 它中間經過一個變壞的時刻 但它經過這個發酵的時刻之後 它成功變成一個更加特別的食物出來 這是腐乳 就像我們人生一樣 因為我們每個人曾經都像一塊豆腐一樣 曾經只有脆弱 未成長過 一刀就會難會碎 但在成長的過程 我們慢慢學會變得堅強 就像一磚豆腐變腐乳一樣 豆腐味淡 清新 腐乳味濃 腦肚 當坊間漸漸為望腐乳 他們就創作出多款腐乳料理 更加將腐乳製成飲品 前後籌備了一年 大了一年時間 今年二月就成功開到店 我們是選了開屏的腐乳 去做我們的腐乳 原因是很簡單 感覺來說 我們是覺得它更加清香 而且吃下去沒有那麼重味 開屏這個腐乳 它更加可以配搭到我們不同的菜式 不會太長 但在同時 如果我們想它濃味一點 其實我們只要加多一點腐乳 就可以提高它的味道 你說失敗經歷多 因為始終我們都不斷在找 究竟有什麼食物 或者什麼飲品 是可以配搭到腐乳 試過最糟糕的那次 真的 啤酒都腐乳 反而吃那邊 我坦白說 少一點出事 腐乳這件事 沒有想到是對食物那麼百搭 但對飲品的話 失誤率會高一點 我們這杯飲品 其實我們Signature Drink叫做劉伯 劉伯另外有個名字叫三咖啡 其實剛剛應該看到 Close up 的時候 就會看到它有三個層 這三個層其實都容易 這杯飲品 其實要喝三咖 你才會喜歡這杯咖啡 第一口飲品 你感覺到什麼是刺激 第二口飲品 你會接受 第三口飲品 你會愛上它 另外我們的招牌菜 這杯咖啡菜 赵斯賦予卡邦尼意粉 這個意粉 其實是一個很中西Fusion的意粉 為什麼會說中西Fusion呢 首先 招牌菜 相對是配壹份 然後賦予配cream 最後就是 賦� 跟這個立場一個中式的配搭 第二樣我會介紹的是 腐乳忌廉芝士的貝果 它有腐乳的位置 首先我們中間這個鹹牛肉 就是一個和牛的面子牛 做出一個鹹牛肉的漢堡 另外Cream Cheese方面 我們都特地配上腐乳醬 製造出這個Cream Cheese 第三樣就是我們這個 鹹蛋黃腐乳炸魚皮 相對來說這個菜式的腐乳味沒那麼重 我們加了腐乳之後 它會令到它本身的鹹蛋黃的癡身 讓你每一口都吃到鹹蛋黃 還有少許腐乳淡香的味道 我們這裡真的有一款腐乳Cocktail 叫白骨Dream 這個其實就叫Hidden Menu 這個Hidden Menu 如果客人想嘗試一些比較特別的腐乳Cocktail 其實我們都有這個選擇 我現在不會有這個腐乳Cocktail 你怎麼會在這裡